尤其是 決定 變壓器的參數 剛我們講的模型有電竺 有電桿 肉池的電桿 有磁阻 有窩電流 是不是有好多參數 你要有這些參數 你才能夠描述一個實際的變壓器 這些參數 如果說給你一個變壓器 我怎麼去把它的參數找出來 這是分析的部分 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要設計一個變壓器 讓這些電阻啊 損失啊 能夠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先從分析的角度來看 給你一個變壓器 我怎麼去量它的參數 給你一個變壓器 我們要量參數 我們就要做實驗 那我們先想想 我們手頭需要哪些實驗工具 我們手頭需要哪些實驗工具 要準備什麼 第一個 要有電源 對不對 才能夠對變壓器做輸入 對不對 瞭解 你要有電源 而且還要有什麼 還有電錶嘛 了解 當然你要高階一點 你用試波器 不過這邊不太需要試波器 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沒有站態可以看 我們看穩態 看它軍方跟直 了解 軍方跟直用什麼就夠了 電錶 那我電錶 要可以量電壓 也要可以量什麼 電流 了解 所以我要有電源 我要有電壓器 要有電流器 使用電壓器 電壓器 要注意什麼 電壓器是做什麼連 病連 電流器是要做串連 那除了電源 電壓器 電流器 我還需要一個東西 這叫做瓦特劑 瓦特劑是要幹嘛的 量功率 可以 可以 那你的同學會說 我有量到電壓 有量到電流 不就量到功率了嗎 對 不對 為什麼不對 沒有沒有 沒有不一樣 為什麼量到電壓跟量到電流 我不知道功率 我沒有說你錯喔 不要懷疑 對啊 功率角不知道 對不對 我只有量到電壓的金方根直 電流的金方根直 我不知道它的功率角 我沒有那個cosc倒 怎麼知道它的功率 這個 它的功率是多少 了解 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一個功率計 因為有功率計 我就可以量到它的什麼 搭配的電壓跟電流 我就可以量到它的功率角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在做AC的分析 如果你沒有試波器 的話 你就會需要一個什麼 瓦特劑 有試波器你不需要 你可不可以看得到它的向角 可以嗎 對不對 有試波器 你有機會看到它的向角 你可以去算它的功率 如果沒有試波器 純粹就是這個電錶的話 你就再加一個瓦特劑 一樣可以量到它的向角 所以在這邊 A代表的是安培劑 V代表的是福特劑 這個部分呢 寫W代表的是什麼 瓦特劑 那這邊瓦特劑 示意義上 有兩個線圈 那這個線圈 是跟你要量的這個機制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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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路做串聯的 所以它相當於是在量電流 交流的電流 只不過量交流的電流 這部分是做什麼 並聯的 所以相當於是在量電壓 交流的電壓 所以它有交流的電壓 交流的電流 它就可以算出它的功率 可以嗎 所以 瓦特劑的示意圖 是這樣子畫的 有沒有問題 所以 當你這樣子 做這樣子的安排的時候 我可以量出這條線的電流 可以量到這條線的跨壓 還可以量到 這邊這個元件 所吃掉的什麼 功率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有 我們要用電源 還有這些電錶 還有瓦特劑 來量測 這個 變壓器的參數 那我們在做一個電動機的 實驗的時候 我們會加一些邊界條件 就是我輸出端 我要幹嘛 輸出端要幹嘛 要做這個電子測試的時候 你有輸入輸出 輸出端 你只能做兩件事情 應該說 也不做兩件事情 最簡單的就是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開路跟什麼 短路 對不對 有時候你還會加個負載 去測試它 可以 開路的時候 負載是無限大 短路的時候 負載是 那個主抗是0 開路跟短路 是最常做的實驗 了解 這是電的系統 如果是 這個機械的系統 電動機 它有機械的輸出 輸出是機械的 那我們會做兩件事情 跟開路跟短路有點像 一個是 不要加任何負載 相當於是短路 等效的短路 可以嗎 一個是把它怎麼樣 抓住 相當於是什麼 開路 開路 了解 了解 所以 我們上次在看 那個 只有馬達的 T omega curve 這個最大扭力 就是你把它抓住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不要給任何負載 相當於是短路的時候 好 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開路測試 開路測試的話 給你一個變壓器 給你一個變壓器 這邊是一個變壓器 變壓器會有幾條線 廣義的講 會有幾條線 會有幾條線 變壓器會有幾條線出來 三個 五條線 為什麼會有五條線 變壓器不就長這樣子嗎 它會有幾條線 四條 可以嗎 變壓器 變壓器 會有四條線出來 這樣子 下次我們帶來檢查一下 有一條是不是中立線 還是它的底線 還是什麼的 不過 真正它的功能性 就是 四條 像我們畫OP OP有幾隻腳 三隻腳 三隻腳 可是實際上OP是幾隻腳 還有什麼VCC D 不過 這邊它的功能性 四條線 了解 四條線 你怎麼確定說 這個 拿兩條線是同樣一個線圈 是這兩條線還是這兩條線 你怎麼確定 就是 量一下就好了 拿個電表看 這個是 當然有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 絞線 你就直接就判斷 如果看不到 你就直接拿電表量一下 好不好 好 那 給你一個變壓器 這個 我在做測試的時候 哪邊做輸入 哪邊做輸出 有沒有陰性規定 完全是你的選擇 是不是 你要把它這樣用 把它反著用 那是你的選擇嘛 你要把它做step up或step down 那是你的選擇嘛 好 那 我们这边要做 开度测试 那它一定会有一个高压端 一个低压端 我们现在已经不要说 主要线圈或次要线圈 因为没有什么主要次要 只有高压跟低压 OK 好 那我要做开度测试的话 代表 我在某一端 某一个线圈 某两条线我要开路 另外两条线我要给它电源 了解 那你觉得我在做 开度测试 我 我可以自由选择 在这一端做 在这一端 在这边加电源 或在这边加电源 你会比较想在 低压端加电源 你还是想在高压端加电源 蛤 高压低压 蛤 当然是低压嘛 我们电子学实验室 有没有440伏的 有没有1000伏的 没有嘛 对不对 一方面高压的 POWSERPY 比较不好买 比较贵 有没有 有没有 做低压的 相对的比较 安全嘛 了解 所以 开度测试 我们在 把高压 开路 低压这边呢 给它电源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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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端开路 这时候等效 等效电路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看得懂吧 我要你们记的那一个图 还是用 等效的近视电路 是不是变成这样 开路嘛 了解 了解 好 假设我们把 电压剂啊 伏特剂啊 安培剂啊 還有功率剂 都把它 切上去 所以我量到了什么 量到这两端的电压 是不是 量到了这里的电流 是不是 量到了什么 这个东西所损造的功率 谁会吃掉功率 这个会不会吃掉功率 它要吃掉功率 一定要有电流 这有没有电流 没有嘛 所以会吃掉功率 OK 好 所以 我們这边开路做的量测 跟这里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 我们会量 量到的资讯 我們又会有三个数值 对 电压 电流 功率 是不是 三个数值 这三个数值 可以帮我决定 这个家伙跟这个家伙 容易吗 容易喔 那 为什么 因为电流 I平方R 这边吃掉的功率 不就是瓦特剂 量到了吗 是不是 I有没有 I有嘛 你有安培器量到嘛 这个R有没有量出来 这个R有没有量出来 R就量出来了 是不是 啊 这个 这个XMA喔 是磁组 可不可以量 你是不是有V 有I 还有P 对不对 P除以V除以I 会得到什么 相位角 所以 这个组抗的相位角 你是不是知道 知道喔 这个组抗的相位角 小知道 啊这个电阻知道 可不可以求出这个电感 可不可以 可以嘛 基本观念就是这样子 所以 磁组跟 磁组的电感跟 铁组的电阻 我们透过开路测试 用的 辐射器 安培器 瓦特器 你可以算出来 那刚刚讲的是一个计算上面的概念 电压层以电流 就是它的一个 五载的时候的 福安值嘛 了解 那 这是 浮特器量到的 这是安培器量到的 两个相乘就是它的福安值 那福安值放在分母 瓦特器量到的功率放在分子的话 取Rcos就是它的什么角 那个负载的相位角 对不对 那个Rc的相位 那个Rl的相位角 对不对 好 那 它 total的电流 这边电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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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病年的關係 這不是串年的關係 所以這邊IOC是安培劑量道的 安培劑量道的電流會等於什麼 流進到電阻的電流加上 流到這個電感的電流的核 可以 這個IC跟這個VOC 有沒有香味差 沒有 因為它是電阻 所以它的跨壓跟它的電流沒有香味差 我們來看它的像圖 這邊是VOC 伏特器量道的 可以 伏特器量道的 這邊是IC 這個是電阻上面的電流 可以 電感上面的電流呢 是IM 差幾度 跟電壓差幾度 90度為什麼 J omega L 這是90度嘛 路後90度對不對 所以這個IC加上IM是不是就是IOC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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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夾角有沒有 這夾角有用的功率夾 IOC的長度就是 誰量到的 什麼東西量到的 安培劑量到的 所以這樣長度有 這角度也有 是不是 這樣長度有 這樣角度也有 是不是 所以 IC可不可以找得到 IM可不可以找得到 那IC找到的話 IC平方R 就是那個功率審視嘛 R是不是算出來了 OK 好 所以 這個 你把VOC 所以IC或是V平方 所以 功率 就會得到這個電子 電感 你把VOC 處於IM 因為IM可以透過這個夾角 算出來 就IM 你把電壓 處於這個 IM的大小 得到就是阻礦值 可以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R跟X 可以 所以 所以 這個 R C 跟X 你都可以 透過 開錄測試 算出來 有沒有問題 好 那 開錄測試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測試 叫 短錄測試 也就是我們把 其中兩條線把它短錄 那同樣的問題來了 我要哪一端把它短錄 高壓端短錄 還是低壓端把它短錄 高壓端短錄 哇 這個電壓很高 你就把它短錄 電流就嚇死人了 知道嗎 如果你量到兩條線 兩端的電壓是 120伏 你就把它接起來 你就看到火花了 是不是 如果兩端電壓是 10伏把它接起來 可能你用初一點的電線 也可以接受 了解 所以短錄測試 一定要 在哪邊把它短錄 在低壓端把它短錄 那 你在高壓端 輸入電壓 你在高壓端 輸入電壓 你不要就輸入它的 額定電壓喔 這邊可能會爆掉喔 對不對 因為 你這邊如果輸入 額定電壓 440伏 這邊可能是 100安培喔 很大 知道 因為你把它短錄了阿 如果它是440對220的 你這邊給它440 這邊就220對不對 220把它短錄 這邊如果電阻是1歐姆的話 這裡有多少電流 220伏 220安培電流 嚇死人了 知道嗎 所以儘管說你把低壓端短錄 我這邊在輸入高壓端的電壓 我要慢慢的調 調到什麼程度 調到這邊的電流等於什麼 什麼樣的狀況 我來做測試 它的額定電流嘛 是不是 調到它的額定電流 這邊是額定電流 這裡也是什麼 額定電流嘛 OK 所以我慢慢的調 慢慢的調 調 讓它這邊的電流 不要用刺百式 不要用高壓 慢慢從0開始慢慢調 調到這個額定電流 到了就好了 然後電壓劑 伏特器 安培劑 還有瓦特劑 好 我們各位想像一下 這邊是高壓 這邊低壓 對不對 那我這邊要調到額定電流 我真正apply到這裡的電壓 會很大還很小 很大還很小 會是原來高壓嗎 440嗎 比如說440就200 會到440嗎 不會 對 可能只有5伏特 10伏特 非常小的嘛 瞭解 這邊電壓是很小的 因為這邊電壓很小的話 如果輸入這邊電壓很小 剛剛我們在看的那些 那些這個 蜘蛛啊 或是這個 鐵損的效應 也不嚴重 不嚴重嘛 因為它是病連嘛 因為電壓很小 瞭解 所以 要嘛 你假設說 你已經做過開度測試 已經把那些RC啊 FML 都已經求出來了 要嘛 你假設說 你在做短度測試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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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損的部分 實在是很小 所以 兩道的功率 幾乎 都是什麼 導致的 都是 銅損導致的 可以嗎 所以 所以 所以等下電路 就變成這樣子 這個部分 那個病連的電阻電感 都不看了 可以接受什麼原因 因為這電壓很小 所以 這時候等下電路變成這樣子 這邊為什麼線接起來 因為怎麼樣 短路了 對不對 那我們把所有圓徑都反射到高壓端來 好 所以 我們這時候量到什麼 電壓計 伏特計量到這兩端的電壓 對不對 安培計量到這裡的電流 是不是 那瓦特計量到什麼 功率損失嘛 功率損失不就是I平方R 這個R EH 是把低壓線圈跟高壓線圈的電阻把它 這個 等效之後合併的結果嘛 你是得到一個等效的電阻 有沒有問題 所以 REH等於量到瓦特計的功率出以I平方 可以 之後 這個 XEH好不好求 很好求嘛 利用主抗功率角這些觀念 就可以求出來 所以你把 V除以I就是它的 主抗的絕對值 那 這個主抗的平方會等於 這個 電感的部分的平方加上電阻部分的平方 然後你把它相減 平方之後相減開根號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所以 你這邊量到的 從電壓計 電流計 瓦特計 量到的是REH跟SEH 它是等於 高壓端的電阻加上A平方的低壓端的電阻 高壓端的電感加上A平方的低壓端的電感 你量到的是一個等效的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分開 來 你有等號的左邊 了解 你也知道A 了解嗎 A A怎麼知道 它上面會有規格 它是幾比幾的 或是你去數它的圈圈有幾個 或是 或是看它的店主 店主相處 好 所以 所以這個部分 你要把它分開 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是不是 它有未知數 可以嗎 不過實際上你要分開這個也沒有那麼困難 你看那個電阻好不好量 打到歐姆黨 打到歐姆黨 那就是兩套電阻了 嘿 嘿 好 那 這個 這個 不過 最佳的那個變壓器的設計呢 我們剛剛的觀察是沒有一個簡單的方法能夠去分開這個 這個 這兩個 電阻可以分開對不對 對不對 肉池的電感好不好分開 不好分開 肉池的電感好不好分開 那一般在設計 變壓器的時候有一個最佳的設計的一個準則 我們都希望輸出主抗跟輸出主抗最好一樣 是不是 那這邊是低壓端的主抗反射到高壓端 所以最佳的準則就是這兩個一樣 這兩個一樣 好 那如果這變壓器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準則之下 設計出來的 那 有了等效的電阻或電感 我可以把它分開來 我把它除以二 對不對 除以二之後然後該 被反射過來再把它除以A平方 除以A平方就得到個別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量測變壓器的參數的方法 那下面這個例子各位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再go over這個部分 那變壓器的部分最後就剩下 這個 per unit computation 標標值 那這是什麼東西啊 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剛剛講的變壓器就是 這邊一個變壓器對不對 這裡變到這裡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這邊變壓比是 這個 這個 這邊要做生壓 好不好 應該這樣講 應該這樣講 這個例子蠻好的 我們先前不是有提到說 在傳遞 為什麼要用交流電源 可以變壓 為什麼要變壓 因為讓那個電流變小 對不對 讓傳遞的電流變小 讓它損失變少 所以 這邊就是一個傳輸的 一個 一個整個變壓過程 這邊發電出來 230 要剩壓到 2300 是不是 然後傳輸之後咧 要再幹嘛 要再降回來 可以嗎 降到你家 這邊是115 有沒有問題 這邊有幾個變壓器 兩個變壓器 這兩個變壓器 組起來 這個電路 要分析上 要分析起來 是不是有點麻煩 對 你要把它這個反射到這裡 對不對 反射完之後再怎麼樣 要再反射到這裡 一直反射一直反射 反射頭都昏了 瞭解 你可以這樣想像 這個是美國 這個是德國 這個是台灣 台灣 沒有學過 你要跟美國人溝通 中間隔一個德國人 你要先跟德國 學德文跟他講 要反射過去 對不對 德國人要學美國人 學美國話 跟美國人講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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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三個國家 我都學同樣的語言 我們都學法文 好不好 所以 台灣也學法文 德國也學法文 美國也學法文 所以 就一路就這樣講過去了 是這個觀念 你就不用反射反射反射 就當地就可以解決了 那這個觀念跟你們在流體力學 不然有沒有講到這個 流體力學有一個觀念 跟這個很像 叫什麼觀念 大家都沒有單位了 大家都沒有國界了 這叫什麼 無音四化 這個很神奇喔 無音四化居然也用到電動機械了 對 這個無音四化的觀念 用到電動機械 就可以 打破這個 你要一路一路的反射過去 讓你在看整個系統 整個觀念會更清楚 有機械 都不見了 這個樣子 有機械 在國際上 每個機械 都不見了 有機械 有機械